大家好,欢迎你来到右手移民 我是李胜,我是专门跟你们讲 移民最右手的国家 今天我想跟你们讲关于天气的问题 因为在过去那几天,香港就非常冷 那我自己本来就很怕冷的天气 我只想比较中国与外国的天气 外国就是等于澳洲跟东南亚 我的结论就是 中国的天气是比外国冷很多 而且那个天气的问题 是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 生活跟中国人的想法的 我早在英国住了几十年 我是最近才发现 其实香港的天气是比英国冷很多 理由是因为香港的房子 不是为了冬天以设计的 所以室内来说 就没有那个暖气 所以在香港是特别冷的 而且如果你去过广东省 广西,湖南,福建 你都会可能发现 那些地方可能比北京还要冷 我认为天气很影响中国人的文化 无论你住在北方也好 住在南方也好 在冬天的时候呢 中国就比较小 雨量比较小的 所以在中国来说 在冬天来说 就很难种菜吃的 所以中国人呢 一直都要为了未来去想的 中国人是要在夏天的时候 种很多菜 然后在冬天的时候 可以吃那些菜 所以中国人 要为了未来去想的 如果你住在泰国 或者越南 那些国家 他们本来那个 下雨比较多 阳光比较多 所以他们要种东西吃的时候呢 他只需要将那些种子放在地上边 然后过几天 就要菜吃了 所以他们不会考虑未来的 他们基本上今天没有钱都没所谓 他不会考虑明天什么事 但是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 你肯定要为了未来去想 中国人就会想 十年后的事 三十年后 五十年后的事 所以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 你也不可以否认 东南亚是一个福地来的 我自己都住过中国的北方 我觉得那些地方很干 在中国来说 南部中东是比较容易一点 比如说广东省 因为广东省下雨比较多 还有太阳比较多 但是现在在广东省 都差不多变了大城市了 所以中东市的地方也不多 还有一样东西 与那个天气没有关系的 就是中国的大城市比较多 而且房价比较高 所以中国人很大压力 在东南亚那边 他们没有那么大压力的 他们大城市的比较小 农地的比较多 他们反正他们很多东西吃 所以他们不会考虑未来的 现在还有很多中国人认为 移民去一个四方国家会更好 但是他们移民到一个四方国家 他们一样思维不能够改变 他们一直都要为了未来 为了孩子的未来 其实做人可以不 其实做人可以像东南亚一样 不要想未来的事 不需要想十年后二十年后的事 所以移民去东南亚也是有好处的 可以改变自己的想法 好了 那你有什么 如果你有什么评论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写给我 谢谢你